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前日即是雙十那天 朝鮮政府舉行了 朝鮮勞動黨成立75週年的慶祝大典 而且還配合一場非常盛大的閱兵儀式 在凌晨的時候進行 這場慶典其實是隱含著非常大的信息量 再配合朝鮮官方媒體 在近兩天對這場慶典的報道 就更加是顯得不尋常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場慶典第一個不尋常之處 就是在於 金正恩在整場的講話當中 完全沒有提及到任何反韓 或者反美的言論 這是極為罕見的情況 這也未止 而且金正恩還在他那篇講話當中 特別提及到 希望北邊和南邊 再次緊握雙手的日子 能夠早日到來 這番說法 就是首次向韓國 金正恩真的沒有出席任何公開場合 而且往往他的消息 就是由朝鮮的官方媒體報道就算了 我相信他當時 可能真的臥病在場也不出奇 所以不能露面 只不過現在應該已經康復了 因為頻頻都出鏡 當時金正恩不在場的時候 就由他妹妹擁有白頭山血統的金羽政擔大旗 那時候年中發生了什麼事呢 朝韓兩邊 金羽政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因為可能怕下面的人造反 趁金正恩病就拿他命 所以他對於韓國方面是異常地強硬的 包括就是炸毀了位於開城的朝韓聯絡辦公室 這件事當時就引來了世界控洞 好了 現在金正恩相信就好了 所以就正式復出 重新擔回大旗的時候 對韓國的態度就來個急轉彎 簡直可以說是180度的轉變 現在就說要對韓國友善 包括在這一場的慶典之前的八月尾 曾經有一位韓國的官員想叛徒去朝鮮 但是當他走到朝韓邊境的時候 就被朝方的軍人擊斃了 當時金正恩是有向韓國方面道歉的 他就說 使得文在寅總統以及南邊的同胞感到莫大失望 就對此感到抱歉 這一次的對韓國致歉 其實就是朝鮮三代領導人以來第一次 所以金正恩對韓國採取柔和的政策 絕對是有手影有跡可尋的 當然金正恩的走位也是很漂亮的 因為當初在半年之前 所有對韓國採取強硬措施 是他的妹妹金宇正 而不是他本人 所以 現在他都可以把所有的責任抵賴在金宇正身上 金宇正就變相做了金正恩的白手套 不過我相信他也是樂於做這個角色 接下來就再講一下他的閱兵儀式 金正恩就選擇了在凌晨時分來舉行 為什麼好地地有上午下午的白天不選 偏偏要選擇在凌晨舉行呢 有些外媒就分析了 說金正恩這樣做 他就想展現給朝鮮的國民看 以及想展現給外奸看 朝鮮就已經恢復繁華的景象了 因為這次閱兵儀式 不僅是帶了他的武器 而且還有一些煙花會演 我覺得這種說法都是可取和可信 否則也解釋不到為什麼要選擇在凌晨舉行 如果要隱藏武器 比如說導彈的軌跡 其實是說不通的 因為美國的衛星系統全部都看了 你放鞭有多少顆他都知道 好了 這個閱兵儀式 原來也是向特朗普讓步 金正恩和特朗普都可以說是心有靈犀 以往逢親慶祝多少周年 無論是朝鮮開國也好 或者是朝鮮勞動黨的成立也好 當然會射一些東西上天空的樹 要沒有洋威一番 這些也是共產國家常見的行為 但是這次朝鮮沒有這樣做 只不過是在凌晨時分 在凌晨地搬出大型的洲際導彈出來 曬一曬就收起來了 這次他沒有射任何東西上天 這就避免了特朗普的尷尬了 因為特朗普也會視這個特金會 兩次的特金會是他其中一個重要的外交公職 如果在距離總統大選三個禮拜的時間 金正恩忽然射夜的話 肯定會對於特朗普 造成一個負面的影響 即是說你之前的特金會是廢的 所以今次金正恩選擇了純粹展示 而沒有發射上天 就已經給足面子特朗普 往事就算是擊不中目標也好 或者射到半路中途撻Q也好 怎麼都要射一次 就是射向美國那邊的方向 好了 今次他不僅是給面子特朗普 而且這些重型武器同時 也是向其他國家展示 就是要發出一個明確的訊息 告訴這些國家 朝鮮的軍隊是具有自我防衛能力的 那麼到底金正恩是向誰展示呢 他又向韓國示好 又向美帝軟化了 那你說還有哪些國家是可以給他展示的呢 好了 這次這個發表講話當中 很多人都知道 金正恩就是流淚自協 這個在共產國家的領導人來說 是絕無僅有的行為 金正恩就是開創了一個先河 完全打破了共產國家和獨裁者的傳統 那到底為什麼他會選擇在這個時刻來認錯 甚至乎是流淚呢 那 官乎金正恩在這場勞動黨成立75周年的大典當中 所做出的種種破格行為 其實可不可以視之為一些蛛絲馬跡 就是金正恩想借著一些機會來轉會呢 那在今年爆發這個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的時候 由於朝鮮的醫療條件相對薄弱和落後一些 所以金正恩就非常果斷地 在中國宣布說要停止中朝的人員交流之前 他已經宣布了封關 斷絕了和中國之間的人員來往 而且經貿來往也減少了很多 雖然在第二季有回彈 只不過這個回升的幅度都是非常小的 而原定在秋天放寬的旅遊業 也在今年重啟無望 因為朝鮮方面就不放心 雖然大陸說零確診 但是可能你那些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而朝鮮又完全沒有任何人有抗體 因為朝鮮是經不起考驗的醫療系統 若然放了一群人進來 搞到朝鮮出現一些感染群組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使得他的醫療系統崩潰 好了 和大陸方面的合作基本上是陷入大部分的停頓 所以朝鮮現在是不是想借這個機會 來自尋出路呢 而且近這半年來都沒有聽見 大陸怎樣對於朝鮮進行任何的金錢或者糧食援助 剛好在八月和九月的時候 朝鮮就出現了一次洪災 又造成了一些糧食損失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非常之艱困 在過去半個世紀又多以來 中朝關係一直都處於一個相對良好的狀態 中朝友誼可以說是萬古長青 但是近這幾年 金正恩就似乎越來越不聽中國之敵 自從金正恩私下和特朗普會面了兩次 就已經擺明是不給面子中國了 而且兩次的會面 選址都不在中國 一次就在新加坡 一次就在越南也不去中國 越南那次更加知道對中國打臉 因為金正恩就明知越南和中國在南海是有主權爭議的 他都寧願選越南 好了 在這次的慶祝大典當中 金正恩就發放了很多不尋常的訊號出來 究竟是否意味著 他將會鋪路轉向美國那邊 而擺脫中國在朝鮮固有的影響力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不低 只是看看金正恩知道特朗普中了武肺之後 很快就發了一封電報去慰問 你就知道金正恩其實 一直都很想尋求一個機會 跟美國方面繼續進行對話 如果不是 話之你死吧 他爺金日成他老爸金正日 會不會對於美國總統進行慰問 絕對不會 而且這封電報還早過總書記習近平發出 還有一件事就是 特朗普之前也多次公開 在不同的場合 告訴公眾 金正恩仍然在生 金正恩仍然健康沒事 捉見他兩個人 都可以說是懂英雄做英雄 如果朝鮮真的轉太的時候 中國就變相等同於後欄失火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